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在抗亚战争中,有这样一首抗战歌曲 说它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说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砍去 相信大家就知道了 而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 歌颂的,正是历史上国军29军大刀队 网上有很多关于29军大刀队的故事 包括一些影视资料 但大多都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于神奇 淹没了历史的真实性 那大刀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它为什么能这么出名 以及它为什么叫大刀队 本期视频真实君就跟大家聊一聊 历史上真实的29军大刀队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大刀队代指的其实就是国军的西北军第29军 注意,是一整个军两万多人 并不是其中某支特别部队 在日武器已经占逐久的抗热战场上 当国人看到这支部队人人背一口大刀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神秘 好像有什么压箱底的功夫一样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当时的29军装备 在全国范围内比的话 可能稍稍比川军强一点点 整个军两万多人 炮只有十几门 还是野炮三炮 重击枪加在一起才一百多艇 全军的步枪有一半都是自制的鸟重 子弹更是严重不足 在这样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 西北军长官冯玉祥就只能下令 西北军人人配上一把大刀 通过练习冷兵器来提升战斗力 而之所以配的是大刀不是军刺 还是那个原因 穷 军刺刀对于钢的要求很高 规格也严格些 相比之下大砍刀的制作工艺就低很多 一个普通铁匠图就能打造出来 这也间接折射出了当时的中日军力对比 一个工业国和一个农业国最显明的例子 相比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这样一支队伍想和他们抗衡 似乎是以卵即食 但就是这样一支连老奖都嫌弃的队伍 却在一场大战中让日军打寒 让大刀队举国闻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支军队全军上下因为太穷 人人背着一口大刀去作战 当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当炮灰的时候 却打出了让日军打寒的战斗 这就是西北军29军打刀队 1933年3月6日 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源接到军令 将部队布防至喜风口 罗家驭至马兰关一项的长城关口 这一刻 29军上下都知道终于可以和小日本争刀争枪干了 而这一年是918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 占领东北三上后的日本军国分子按捺不住自己 还是将手伸进了华北 1933年的元旦 日军向延绵长城一百多个关口发动了全面进攻 宋哲源的29军受命加入的就是长城抗战 而让29军一战成云的就是这场大战中的喜风口大街 当29军接放进喜风口战地时 第二天就有日军的两个旅团来返 由于武器落后 白天被火力压得太不起逃 根本打不过 很快就被占领了高底 为了避免白天和鬼子这么一拼 就选择了夜袭进行白人战 12日凌晨 109旅旅长赵登宇身先士卒 挑选了500人的大刀队 摸着黑袭击了日军阵地 当摸上阵地的时候 日军都傻眼了 白天那群子弹都勾不着阵地的中国士兵 晚上跟神兵天将一般挥舞着大刀就冲了上来 最重要的是 这群中国士兵每个人都有功夫 以自刀技术文明的关东军 竟然招架不住 煞事件 阵地上刀光飞舞 鬼无狼嚎 据战后统计 109旅500人的大刀队 一夜砍死砍伤鬼子数千米 缴货坦克11辆 装甲车6辆 大炮18门 机枪36艇 外带飞机一家 还有日军的指挥部 一股脑也给断了 几乎一夜之间 让洗风口阵地上的日军直接溃逃 也就是这次夜袭 日军放弃了洗风口 改向罗家瑜进攻 至此洗风口大劫 声名远扬 二十九军和他们的大刀队 更是名震天下 那肯定会有朋友问了 抗日战争那么多白人战 为什么偏偏就洗风口之战 能让二十九军名霊天下呢 西北军二十九军大刀队 五百人夜袭日军阵地 把鬼子直接杀出了阵地 并缴获了日军旅团旌旗 就凭这 为什么就能让二十九军名震天下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场长城抗战的规模 是中国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后 第一次同仇抵抗 在正面战场上和日本军队拉开架势 大的第一场战役 但结局都让所有人 倒吸一口凉气 这次会战 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三十万人 除了二十九军外 还有东北军和中央军 而日本关东军一共只有八万人 还包括了三万伟军 最终结果是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人 日本关东军伤亡不到三千人 很明显这场会战是失败的 而且败得很惨 二十九军宋哲元在战后感叹 我以三十万大军 不能抗拒五万敌口 真是奇耻大辱 而洗风口之战 就是这次长城会战中为数不多的胜利 还是大胜 毫不夸张的讲 这场战斗当属于是九一挖火 中国军队一败再败 退伍可退的情况下 第一次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受挫 为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二十九军大刀队 它能够名震天下 然而好听的咱们得说 不好听的话咱们也得说 大刀队齐齐的成功 最主要因素还是有叶色的掩护 如果换成白天的白人战 即便西北军有习武的传统 这大砍刀能否对上日本兵的自刀 还真是个未知数 我们总说中国人这么多 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 却有多少人知道 当年在抗产战争中 多少满腔热血的中国青年 进入战害后 连日本兵的影子都还没看到 就整班整排 甚至整联的被日本炮火炸死 大刀队的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对当时中国国立一种莫大的嘲讽 面对一个工业国家 对一个农业国家的战畏打击 却只能用冷兵器来对抗对方的热兵器 把落后就要挨打的卑微 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的这首歌 歌颂的是面对敌人的大刀精神 但我们永远不能停留在大刀时代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这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